至於無理數呢 就是一些比較特別的東西 無理數在說的就是 例如根好二 又是這套老規矩 又是我們玩玩玩加減勝趣 舊的這條有理數族上面 我知道它存在 例如1的平方 就是1 2的平方就是4 大家都不是exactly等於2 如果我要找2在哪裏 我就知道 跟好2 就是在1和2中間 那一定有一個跟好2 既然是這樣 我們把1和2 把它放大 我們下一次就有個放大鏡 看清楚1和2中間的這個位置 好,放大了 然後我們又找 看看 跟好2在哪裏 跟好2 哦,在1.4和1.5的中間 在1.4和1.5中間呢 那我們又 下一次又用放大鏡 放大這個位置 然後把它斬開10分 如此類推 不斷地用這個方法找 又希望找到一個位置 今次是這裡啦 希望找到一個位置 去幫助我們找到跟好2在哪個點的 對 但是發覺呢 我們做來做去呢 找極 都是找到一個範圍的 包括就像這個例子 就是1.41421和1.41422的中間 找極都找到一個範圍 而沒有什麼方法 可以讓我們清楚 告訴你那一點在哪裏 那這個就是無理數啦 那你不相信扯的話 這裡 我就做了大概 五十次左右 那就找到跟好2在哪裏 那我等於這一堆數的 那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這一堆數呢 的特性呢 就是 它 真是無盡的 而且又沒有重複喔 重複的意思是 循環 循環應該就是重複 例如1.41 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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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那我們就可以說 1.41 41414是一個 循環的 小數 但是這個不是 根好2 沒有循環的 所以我們就說 根好2是一個無理數 無理數就是這樣定義的 在數族上面 我知道的存在 但是我不可以很清楚地告訴你 我只可以告訴你 我只可以告訴你 都是一個範圍 但是不可以告訴你 那一點在哪裏 總結呢 有理數 有理數 是可以用分數來表達的 我們可以寫成p over q 對不對 而p和q呢 同時都是整數 它們兩個都是一個 它們兩個都是一個 而無理數呢 是不行的 那你說 例如剛剛 跟好2 我可以說 跟好2 除以1 這個都是一個分數 來的 但是搞清楚 跟好2 這個分子的這個位 它不是一個整數 所以呢 我們就說它不能夠寫成 用分數p over q 這個形式寫出來 那如果換成小數的話 有理數呢 它會有兩種情況 第一種就是一個叫做有盡小數 例如是0.12345 那去到5就停了 後面沒有東西的 那你可以把它化成分數 例如這個就是15萬分之12345 那就是這樣 你永遠都可以把它寫成分數 另外一種呢 就是 循環小數了 0.353535 又或者1除7 0.142857 142857 它是不斷循環的 這個你也可以寫成35 循環 就是會寫成這樣 0.3535 3和5會不斷循環的 那這種呢 都可以化成分數的形式 那這個就是後話了 那如果是無理數寫成小數的形式呢 那它就會無盡的 例如1.41421356這樣 無盡 而且是不會循環的一個小數的 這個就是無理數了 9理數加上無理數的這個組合呢 那就會成為了我們 一個實數的組合了